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中文学校的老师要求孩子们回家作业是ABCC式的词组 然后就举了几个例子 什么白发苍苍啊 喜气洋洋啊 衣冠楚楚啊 虎视眈眈等 要求每个学生回家至少要写出一句来 第二天作业就交回来了 老师一看 哇 他脸上笑成一朵花了 他开始说看一看 嗯 这个不错 千万灰灰 哇 真棒 ABCC啊 你看这个 文质彬彬 人才济济 风尘不浮 鸡肠碌碌 哇 嗯 小通哥 你给我站起来 这个村谁教你的 充气娃娃 一男呢 追医化验室的女护士啊 没事就恶搞吧 就为引人家注意吧 是吧 哎呦 这妹妹让她去化验尿去啊 哎呦 这尿子回来了 端着 哎呦 闻闻答答 哎 哎 妹子 你看 这够吗 哇 那妹子那脸 满脸的不高兴啊 哎呦 咔 这让你化验尿来了 还是敬酒来了 哎呦 该化验大便了啊 这男孩就坏啊 哎呦 把那烤红薯啊 全部捏碎了啊 弄 整了冒尖冒尖的一碗就过来了啊 又断着又过来了 小妹 你看 这够吗 哎呦 这女护士就说了 这是让你啊 化验大便 不是让你买冰激凌 你整这么多干嘛呢 有病 男孩说 哎呦 不是啊 多呀 都没关系 哎呦 开吃我家 这会儿呢 旁边的老大爷就说了 孩子 孩子 那个才是你的 啊 好 下边让我们接着说 好 那下边让我们接着说孙政才啊 哎呦 哎呦 这个孙政才多厉害啊 据说呢 给每个生了私生子的情妇多少钱呢 你猜 哎呦 五百万 一千万 一个亿 吓死你啊 哇 一百个亿啊 哇 太吓人了啊 那到底是真是假呢 让我们来听一段中国国安领导的录音 孙政最大的问题呢 他把自己太当街巴人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 他的问题就是太把自己当街巴人了 你知道吗 你也不看到我党的意义上 每一个把自己当街巴人了 最后都什么叫啥 他就是太把自己当街巴人了 这一当自己当街巴人了 一看我说好了 我就来一个 谁也不得罪 嗯 干脆我就在那里 你看他不是有个女儿吗 嗯 还不行 还得有个传宗接大了一下啊 哎 把我处瞎撮去啊 不跟你讲了嘛 上面拨的钱 让他搞一大一路 哎呦 这个 他就自己这个 啊 给我生 啊 生一个儿子 就分分做到点 上百亿就分吧 以百亿为单位吧 你就想嘛 嘿嘿 小钱也小意思 听到了吧 这一百个亿是个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 这个都是一百元的抄票啊 你在家什么都不干 不能休息 也得手上那个七八年啊 如果你每天要是花一万呢 好 至少也要花三十年才能花完 好 太恐怖了啊 好 我估计啊 咱们平常的老百姓啊 这低端人口啊 就这些啊 这一辈子 这样的钱加一起 倒不了一百个亿啊 有了钱以后干啥呢 贪官的小三呢 就给贪官发了个图片 上面呢 画了两个在天上飞的鸽子 下面呢 画了一只羊流了一地的血 哎呦 贪官收到图线以后 没文化啊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然后就跑去了 跑新的模特儿下来 没理啊 那小三一看 哇 贪官也不理啊 拉倒吧 反正我有的是钱 是吧 咱去夜店找鸭子去 哎 两位这个西装隔离 英俊潇洒 风流寄贪的鸭子 往前面一坐 姑娘就问了 说吧 有什么绝活能让本姑奶奶爽了 第一个帅哥 一挥手 拿来了一个大菜叶 哎 上面呢 画画画 放了六根鱼刺 哎呦 姑娘你看 哎呀 高兴了哇 拉起手就要走了哇 这是第二个帅哥 钱吗 又一挥手 拿来了七个碗 每个 往每个碗里放一根鱼刺 哇 姑娘一看 那脸刷就红了 哇 刺激无比啊 拉起第二个就入洞房了 哇 什么意思呢 老司机就不用看了啊 我们这三个答案 将在本期的末尾揭晓 好 这两天呢 纪念袁世凯同志逝世一百零二周年 在马上火得不得了啊 今天马上就出了这样一段话啊 突然想起袁世凯同志走了整整一百零二年了 哎呦 大家非常想念他啊 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 没有最俗 只有更俗 没有最荒唐 只有更荒唐 没有最无耻 只有更无耻 轻出于耻 而胜于耻 说到底呢 大家就是把表忠心当作了生意 区别仅仅在或主动或被动罢了 主动者呢 看到的是机会是家观尽觉 超额利润 哈哈哈 被动者也不傻呀 被动者是哄骗上场啊 有的是被挟持出台 哈哈哈 主动表忠心呢 这是一笔生意啊 生意场上脸皮要厚 心肠要黑 调门越高越动听 越能把假货和劣质卖出气 本来嘛 按照常理常情常识啊 忠心呢 是不要表的 字画才要表的 风流女子才要表的嘛 哈哈哈 但是有人呢 就能说出口啊 就是要把表忠心说出来 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们在演戏 在表演 在作假 哈哈哈 作戏呢 当然不能当真 所谓呢 表子无情 戏子无义 至于作假呢 也要讲功夫了啊 要做到以假乱真 问题是假作真实 真意见 末了一席皇帝新装 一个憋足同化 从本质上讲呢 表忠心呢 是一门艺术啊 是一门生意啊 天下兮兮 结为历来 天下嚷嚷 结为历网 有转头 嘎 没力 撒 以力相交者 没有哪一桩能靠得住啊 说一千到一万 归根结底一句话 忠心是不需要表的 只要表 不是为力 其实就是射于阴危 在这两种情况下 表出的忠心就如同露水 见阳光 就蒸发 如同雾霾 欲风暴 就吹散 更如同一堆狗屎啊 一分钱不值 臭不可闻啊 嗯 阿克顿勋爵在19世纪后期 先知般的就曾预言 只要某个单一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 这个国家走向专制将是必不可免的 套用这句话 当一个国家只允许或者只有表忠心一个声音 或者把表忠心作为主旋律 往往轻了讲这个国家 叫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往重的讲呢 这个国家 个儿皮高粱 完了 都说的这个女儿要是找了男朋友的话 父母都会有一种什么感觉的 就是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白菜 被猪拱了的伤感 哎呦我的个娘啊 可是我儿子这几天自从找了女朋友以后 连家都不回了 我半个月都没见过他面啊 我天天在丈母娘家给做好吃的 丈母娘天天哄着呀 哎呦还发朋友圈我气我们俩 哎呦各种的乐不思蜀啊 哎呦我家媳妇养天长叹说 白菜有没有被拱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没有看到 反正我养了二十多年的猪 没了 在国内呢有次到银行去汇款啊 哎呀在路边呢临时就停了车了 为了省十块钱停车费啊 怕交警罚款吧就把朋友留车上给他说 哎如果警察来了你就去里边喊我就挪一下车啊 记住没有记住了 嗯 一会过了几分钟果然警察来了 那个朋友疯疯疯疯疯的到银行里边大喊 大哥警察来了快走啊 妈呀 弱辣一个大清几十号人 清客间鸦雀无声 都看着我呀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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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叫叫跑 哎呦五六个保安就给我摁住了 这头打呀 哎呦差点没他妈打死我呀 你土豪 每次出门的都担心家中被盗 哎于是呢 每次出门前呢 就把这个WiFi的密码修改成无密码 然后呢故意透露给外边的民工啊 从此呢 每天回家呢 都能看到十几个人手捧的手机在自己家门口蹲着 哎呦我家伙 在这看家户院 哇 聪明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叫创新 哎呀 这就叫做打破传统思维啊 互联网时代 要想都令风骚 必须敢于创新 要像兔哥一样 创新 天上的两个鸽子下边羊流血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哥哥下面羊死了 菜页上放六根鱼刺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妹子 搁一夜六次 七个碗加上七根鱼刺是啥意思呢 就是妹妹搁一晚上七次 每次一碗 好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3 5 5 10 1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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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7